有人天天抱怨自己一事无成 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抱怨自己怀才不遇 或者是生不逢时 可是当我们静下来想一想的时候 不是因为我们不能成功 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成功的诀窍 不得不说 中华民族也是一个智慧的民族 留下了很多的优点和总结 词不长病 情不利势 义不理财 善不为挂 就是古人先贤传承下来的智慧结晶和知理名言 至今仍让很多人一生践行 那么这四句话来自何处呢 词不长病 情不利势 出自曾广闲文 义不理财 善不为惯 则来自民间的编写 具体出处 无从考证 那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朋友你好 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1年4月5日 看大西洋日落 聊我们的故事 没有点赞和订阅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以鼓励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来分享给大家 您的点赞和订阅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 非常感谢 先来说这词不长病 这里的词自然是指仁慈 掌是带领 掌管的意思 那么从字面上来解释 词不长病顾名思义 就是说一个人过于仁慈 是不适合带兵打仗的 千百年来 此不长病一直是一句流传善广的统兵古训 用春秋末其著名军事家孙子的话来说 那就是厚而不能使 爱而不能令 乱而不能治 譬如焦子不可用也 兵圣孙子的这句话说的是太对 当然掌兵不是说不能有人爱之心 而是说不亦人爱过度 如果当言不言 心慈手软 姑息迁就 失之于宽 乃至不能使不能令 不能治 那就不宜掌兵了 因此对于善不掌兵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度的问题 而不应片面理解 它仍然适用于我们现在 当然也是见仁见智 一将功成万古枯 可怜白骨攒孤重 近来长共血蒸流 这是战争的本来面目 少不了生灵涂炭 铁和血的现实 如果太过仁慈 没有杀法果断的气魄 是难以带兵打仗的 职场如战场 职场中一个过于仁慈的领导 是难以带好一个团队的 只有沙发果断 才能打造出战无不胜的狼性团队 而作为团队的头狼 心慈手软是不行的 因为一只绵羊 永远带不出一群狼的团队 情不利事 这里的情是指感情 情绪等 情不利事 顾名思义 就是说一个人太过重情重义 或太过感情用事 不懂得情绪管理及控制 是很难成就大事的 这里有必要提个心理学名词 叫做情绪管理 情绪管理是指通过研究 个体和群体 对自身和他人的情绪的认识 培养驾驾驭情绪的能力 并由此产生良好的管理效果 而现代工商管理教育如MBA EMBA等又都将情商及自我情绪管理 视为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充分说明了情绪管理在职场等各领域的重要性 也就是一个不懂的情绪控制和管理自我情绪的人 或过于感情用事的人 是难堪大任 难以胜任领导岗位 如此自然就难成大事 当然不是说人不能有感情 而是说人不能感情用事 太过感情用事而又不懂得控制 凡事瞻前顾后畏首畏尾 必然会影响做事的进程 也就谈不上干什么大事了 拿破仑说 能控制好自己情绪的人 比能拿下一座城池的将军更伟大 可见情绪管理的重要性 惠特曼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是面对太阳阴影将落在你的身后 意思就是说 应将所有不好的情绪都控制住 凡事要客观理性判断 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 做情绪的主人 而不是被情绪牵着我们的笔子走 当情绪很难控制时 我们应该进行积极有效疏导 有效管理和适度的控制 义不理财是要分清善恶理性对待 有一个朋友为人耿直豪爽 十分讲义气 对人也热情周到 亲朋好友去他家好酒好肉相待 朋友遇到困难也是慷慨解囊 但一旦他自己开餐馆做生意时 却赔得是一塌糊涂 为什么呢 因为他太讲义气 亲朋好友都到他店里去用餐 他要么不收费 要么狂打折 如此连餐饮成本费都收不回来 还谈什么赚钱 谈什么理财呢 他后来说他性格是太耿直 不适合开店做生意 从这位朋友的案例 我们可以看出 一个人太过讲义气 是不适合做财务管理的 这位朋友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但性格使然 性格是天生的没法改变 既然不能当老板理财 他只能当工人被人管理了 太过讲义气的人 往往内心想着的是别人 而忽略了自身的需求 我们身边是真有这样的人 比如我的这位朋友 连收人餐费都觉得内心不安的地步 甚至还会因为别人 没从他那里借到钱 没帮到别人 而内疚不已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 太讲哥们义气的人 自身吃尽了亏 他身边有的朋友正是利用了他的义不理财 而占了便宜 说来让人唏嘘 所以人讲义气是好事 但不能过 太讲义气 伤害的始终是自己 那又何必呢 善不为官 全数是一门高深的玄学 一个人太过善良 是不适合入官场为官的 有人说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欺 那么在官场太过于善良 或可能被人算计 被人欺负 太过善良 伤害的还是自己 还有官场职场难免危机四伏 凶险万分 波云诡异 如果一个人情商智商不够 再加上为人太过善良老实 不会灵活自如应对一切问题 那么大多数事业也可能走不远 所以说 全数真的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为什么有的人在官场如鱼得水 青云之上 而有的人却如履薄冰 如临深渊 步步为奸 这其中的奥秘 真的是潜心去琢磨了 一个在职场摸爬 关打十几年的人 对于职场各种勾心斗角 相互算计的 应该早就司空见惯 比如公司一项制度的确立及实施 要遇到诸多的障碍 太过善良 处处都怕得罪人 是很难在职场高管位置上坐下去的 一旦没有作为 职场生涯 很快就会走下坡路 而且在现实生活中 农夫与蛇的案例 我们见的还真的不少 善行是要以分清善恶的前提 我们只应把援助之手 善向善良的人 对恶人是千万不能心慈手软 过度善良 连恶人坏人也要帮助 那这就是明显的善恶不分 中间不分 这样的人同样不适合观察 如果要适应下去 首先要改变自我 当然也不是说 要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 丢弃善良 只是说不能过于善良 因为过于善良 就会让自己失去原则 会迷失方向 失去目标 甚至最后丧失了自我 综上所述呢 慈不长兵 情不离世 义不理财 善不为贯 就是说 太过仁慈 不适合领兵打仗 太过感情用事 难成大事 太讲义起 不义理财 太过善良 不疑观察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一个节目 再会